好 現在開始進行協商 請坐 好 主委 你剛才要道歉 你沒有說到道歉 你這種事情也在道歉 我想要聽你都 看你道歉整個就軟了 不好意思 因為總是有些人不斷擴大解釋扭曲 抑發不可承 但扭曲加了 你如果實在有夠不得了 這件事情你也在比較實質的問題 他都不是那個意思嘛 我們這就是政治 政治效應 你們自己講公也這樣說 一定要有精神生活 要不然跟情緒 這本也是你們講公公 難以評論 你就要夾這位 我也知道你就要翻 不是啦 你的言語 這樣子的也是 生物觀這樣講的也少有 直接會用所謂 跟什麼 跟情緒一樣 這樣的言語 很少這樣用 對不對 學者出聲講話比較誠實 你都不會聽得到 你剛剛有講說宣告 現在都有 我這個不知道 不是要用這個講話 我們剛剛是協商開始 好 我們現在協商開始 跟委員會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總共有六個版本 現在有兩個修正動議 那這個修正動議呢 主要的內容 這個是由我們劉思芳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 要不要說明一下 針對 我們先處理這兩個修正動議 好 謝謝主席 不過在要講我們那個個別的條文的修正動議之前 我現在詢問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進行協商 那我們有這個民進黨團的提案 有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那都有代表人來 但是親民黨團沒有來 或者是其他的這提案 我也沒有來的話 是都人過挑過 還是又等人來 主席 沒有啦 不用 就可以討論啊 還是可以討論啊 沒有說那個提案人 他們的意見很重要啊 到時候他們如果推翻呢 因為你最後還是要到黨團協商啊 委員會如果出去了 在場的委員如果決議了 我們這個審查環境 出去了就會出去了 就不管了齁 是 出去了就出去了 就出委員會啦 你是很沒力的 主席 好 謝謝 我先來講一下那個 有我領嫌提案的這個修正動議 在第二條 第二條裡面有提到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那個議事人員所提的部分 主要的內容是提到說 兩岸間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處理程序 應該依照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的規定辦理 那這個當然就是指我們所說 因為大家都非常在乎有關政治議題的處理 如果放在兩岸這個監督條例的話 我們認為呢 他的授權性會不足齁 所以我認為是把它放在 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五之三 來規定辦理齁 以上簡單的說明 謝謝 這個我還是再一次齁 這個請示各位委員齁 我們要先處理這個修正動議嗎 還是說直接從條文這個名稱開始這樣子順序下來 那個主席從那個條文名稱吧 從條文名稱齁 從這樣一直順下來就好了 好啦齁 如果是正規還是要用從條文名稱 我們總召快來了 總召快到了 好 那我們就這個主條啦齁 名稱齁 目前有六個版本齁 名稱 沒有兩個一樣的 每一個都不一樣齁 好 所以 這個 時代力量 你們的名稱 你們要不要做說明 那事實上面 時代力量黨團 針對這一次所謂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一般比較通俗啊 都用詞 我們所提出來的名稱 那只是要反映啊 在國際社會上面 大家普遍認知啊 的客觀事實 那托里亞以前過去 可能在 沒有充分名義代表的 第一屆 的那個時候 國大 憲法陣修條文 他所做的奇怪的界定 那當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在世界上面 現實存在 也是聯合國的 會員國 那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啊 這是一個客觀啊 這是一個客觀啊 的事實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為了要彰顯 我們國家主權啊 的地位 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絕對不會有含糊 放在一國 的概念下面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條例的名稱 應該要稱為 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締結協議 處理條例 民進黨黨團 有沒有要說明 名稱的部分 好 謝謝 我們的名稱是 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 那為什麼由民進黨黨團提案 剛剛有一些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一直強迫 這個我們的陸委會要提案 我們的強調是在於監督這兩個字 這個監督在我國的體力上面 當然是由這個立法機關 來監督行政機關 所以由行政機關提出這個監督條例 其實很奇怪 所以我們認為說 是由這個民進黨的黨團 來提案的話 強調監督這幾個字 那剛剛 時代力量所提到的 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締結協議處理條例 我是覺得 還不錯 可以討論 但是呢 這個在我們的立法體力上面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嗎 因為 這個其實就是 外交上面的部分 那跟我們現在的這個 憲法上面所定定的有點不相同 所以我們叫 折中來處理的話 我們認為用兩岸 可以模糊化處理 但是我們強調是在於 協議定定的過程當中 它的政治協議也好的定義 監督本身的監督到底在哪裡 怎麼樣做一個公開透明的 有人民可以參與 有國會可以監督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 折其中來處理 兩岸定定協議監督條例 以上報告 好 林立場委員 好 其實裡面有很多委員提到 還是黨 有一些政黨提出來 但本期還是支持江啟成 跟黃昭順委員提到的 我們還是用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 協議簽署監督條例 這樣子的名稱也可以去對照我們兩岸 就是兩岸的民關係條例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用這樣子的一個文字 來做一個論述 所以在這邊本期是支持江啟成 跟黃昭順委員的這個名稱定義 好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我再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說 所謂在立法體力上面 跟現行的立法體力不符 我想應該就是一個誤會 這個 法案的名稱 基本上就是要反映出來 這個法案 它的界定 跟它要處理的事項 當然剛剛所提到 有關於公開透明 人民參與 國會的監督 立於人權 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 這些當然都是在這個法案裡面 我們要去貫徹的價值 我想這個沒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 是說 當中國不斷的去聲稱 對我國有主權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所謂的模糊化處理 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想可能大家要勝思 就是如果當人家都已經主張 他的主權基於我們了 而我們自己 還退一步 說要模糊化處理 我想對於捍衛國家主權的立場來講 並不是那麼適宜 那當然我可以了解 那個中國國民黨黨團的立場 但是我必須要說 站在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 是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所謂與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來界定 我們跟中國彼此之間關係 這樣子的政治地位 我在講的比較實際一點 就是說 過去這樣子的論述 喜歡立基於在 所謂中華民國憲法徵修條文裡面的界定 但是我必須要再說 中華民國憲法徵修條文 第12條 所謂的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或者是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這樣子的界定 事實上是在第一屆國大的時候 那個時候 國會還沒有改選 條文就放進去了 那因為修憲的門檻非常高 所以那個時候 沒有民意代表基礎的 國民大會代表所做的這個界定 日後 再也沒有任何改動的可能性 那每一個國家的憲法 事實上要反映它的憲政精神 但是 也絕對不能夠脫離世界上面的現實 我很難想像 在我們大學的憲法課裡面 竟然要去講說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還存在 請問到底存在在什麼樣子啊 的地方 然後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 我想這樣子根本違反 媚於 現在世界上面 主流的認識 媚於各個國際組織的認識 那甚至 讓我國自己的主權有矮化 或者是模糊化的現象 那按照目前我們 要去捍衛啊 整個台灣的民主防衛機制 這麼重要的國家政策方向來講 恐怕不是很適宜 那個行政機關 陸委會這邊的態度呢 針對這個條文的名稱 行政部門就是支持這個 民進黨版 民進黨版 請問一下民進黨版 可以再說明一下嗎 來林立場委員 陸委會可以再說明清楚一下 你們這個名稱還是有 那個王國昌委員所提出來的 你可以再說明一下嗎 原本就是 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 就這樣 好 主席 主席 劉師幫委員 外交部好像有同仁在這邊 好啊 也可請外交部 那外交部在今天的書面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兩岸人民監督條例的 或者是說這個協議處理條例等等 這些跟外交部沒有關係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如果是 實在力量的這個同仁所提到的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裡面他也特別提到說 就兩國協議的協商 我想請教一下 在我們一般的外交體力上面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是國與國之間簽訂 那這個它裡面的意義呢 我覺得我們是非常的贊同 但是用地結 那包括遊美女委員所提到的 地結的部分 這個是不是也是 外交上面所用的這個名詞或用語 是不是沒有辦法 這個我的意思說 簽了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就是不是大陸委員會 來管理這件事情 會不會這樣子 是不是可以請外交部同仁來回應一下好嗎 外交部今天 有來到現場的是我們的 條約法律師梁光宗師長 來麻煩講一下好嗎 你可不可以拿麥克風 拿麥克風好嗎 謝謝 因為條約地結法裡面的確 是針對 我們跟外國政府 國際組織所簽訂的 那條約地結法第三條規定 如果條約公約的名稱 以及包括裡面牽涉到 人民的重大權力力度事項 涉及外交 國防 政治經濟 重大利益的事項 都列為我們的 雙邊的條約跟協定 以及包括多邊條約的範圍 那這個部分呢 那 對於兩岸地區的 我們在台灣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在宣法的規範之下 所以兩岸的條約是大陸地區 以及跟台灣地區的 作為規範的範圍 所以我們在報告裡面 也特別提到 那當然在這裡面要準用 準用 跟外國關係條約的協定的簽署 這個部分 我相信 在事務上還是可行的 報告完畢 對啊 所以剛剛外交部的說明很清楚啊 就是 本來就可以用地結這兩個動詞啊 對啊 用地結這兩個字 完全沒有問題啊 在立法體力上 本來就是用地結啊 那一部分 我也認為比較沒有 有問題啦 現在這問題是 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比較有問題嘛 你哪裡有問題 我現在直接跟你討論 是 那個 因為我們有中華民國憲法嘛 你剛剛講了 徵修條文裡面的相關規定 當然你認為說 當時徵修條文的訂定 並不是一個完全法治化 民族化的過程 這個是歷史過程嘛 那現在 反而我們要去修改這個徵修條文的部分 我們要按照現在的法律 現在的修憲門檻去做 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這個大家也可以討論 我倒是覺得說 這個 我們那個陸委會這邊 我們 國民黨的兩個版本 其實名稱是一樣的 就是說 前面的 這個頭銜的名稱 對象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這完全是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是簡稱嘛 這其實是叫做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 我們那個名稱是這樣來的 那我們當然認為說 現在要處理的就是 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要處理的事情 是對象是一樣的 我們這個是只是針對說 如果訂定相關的協議 那有一個監督的條例 所以體力上 最好回歸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一致 在這個 這個這個 立法的體力上才 這個是配套嘛 你的監督條例就是來監督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依據那個部分所去簽訂的協議啊 所以兩個名稱給它合在一起 不是最好嗎 這個主委 對不對 民進黨版就是兩岸嘛 你剛才不是說幾天沒有兩岸嘛 所以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 這個 全名叫做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是全名啊 現在你是把它簡化了 對不對 你回去翻 這個我們看 這個我們的條例名稱叫做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叫 大陸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嘛 那你要把它簡化 變成兩岸 把這個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把它簡化變成兩 兩區 還是兩岸 你 好 來 請 請 請 沒有看到 又沒女委員 因為我的版本 是用兩岸協定 締解條例 我想要請教外交部 就是說協定跟協議的差別 好 請說明 外交部 對啊 我剛外交部的說明 剛外交部的說明 我們這邊有誰的為 就是 好 好 那就再說 我們條例裡面 確實有定義啦 條約跟協定的範圍 那 對 那協議的部分的話 在我們國際的 那個 定義來講的話 我們所說明的是 是 條約跟協定 條約跟協定 那這裡面就牽涉到 我剛才特別講的 是 相關的牽涉到 人民的權利利物事項 涉及重大的 外交 國防 經濟 政治的利益 這個部分 但 協議的部分呢 這個是在 我們條例法認定裡面 是不在這個範圍之內的 所以 要牽涉到 國防 外交 經濟 人民的權利 重大的權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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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在我們條約締結法裡面 的規範 那所以我們這裡面 當然會牽涉到我們的政治 因為我們除了政治協議以外的 全部都在這裡面 兩岸的關係條例裡面 它特別提到政治協議 這個就是兩岸關係條例裡面 它所規範的範圍 政治協議是我們現在要放 換回去到兩岸關係條例裡面去嘛 那我們今天早上一直在直選 就是說 外交部立場 外交部立場就是 我們講條約締結法嘛 就是外國政府跟外國組織 所簽訂的條約跟協定的範圍 條約跟協定是 跟外國政府所定的 對 所定的 OK 那這裡呢 等一下我這裡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在馬政府那裡有一個slogan 他說我們兩岸呢 是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 所以事實上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治權嘛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兩個政府去所定的這些的協定嘛 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是要用協定 而不是用協議嘛 因為是一個對等的 因為我們不否認治權嘛 對不對 我們只是主權互不承認 但是治權互不否認嘛 那現在是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兩岸人民的 不管是 就是說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政治協議的以外的 其他的可能會牽涉到外交 不是外交 就是文化啊 然後呢 牽涉到經濟啊 牽涉到一些的其他的各種的觀光啊 對不對 司法啊 共達等等 那這些呢可能都是兩邊的 為了處理行政上的一些的事物而制定的 所以這裡當然是政府跟政府之間所制定的 當然是要用協定嘛 黃國三委員 我最終的建議啦齁 是各個黨團就各自的立場 其實我覺得剛剛做了某個程度的表達了 那在現在的 每個黨團有每個黨團的政治立場 我們當然都 必須在民主社會當中必須要尊重啦齁 那不過就這個名稱齁 我想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 我的建議啦齁 是 它其實裡面有三個成分 一個是主詞 一個是動詞 另外一個是受詞 那第一個主詞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 我們為什麼要說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那就是區分 就是很清楚的界定 就是國跟國之間的關係啊 對方的主權絕對不及於我國啊 這個對於捍衛台灣民主 自由 主權的地位至關重要啊 這個是時代力量黨團之所以會堅持的理由嘛 那第二個動詞 剛剛締結也講過了 本來就是用締結 所以這個沒有爭議啊 就不需要再討論 那最後一個就是受詞 那到底要用協定呢還是要用協議呢 齁 在條約地檢法裡面啊 的世界裡面 它有條約跟協定 它基本上面的區分呢 是條約 最終是要經過立法機關 Rectified 就協定的部分 它有可能不需要經過立法機關 是行政上面把它稱為協定 那事實上條約跟協定 這兩個 統括起來 有一個比較概括的名詞 叫做協議 那這個協議的部分 會不會牽涉到主權國家 主權 國家跟主權國家 政府跟政府之間 那針對有關於主權 外交國防等等的事項去定 當然會有啊 譬如說 中華民國領海及領階區法 它裡面就明定啊 中華民國領海跟相領 會相向國家間的領海重疊的時候 以等區中線為期分界線 但有協議的時候 就重啟協議啊 他那個已經很清楚的彰顯啊 中華民國做為一個主權國家 跟其他主權國家 彼此之間 如果另外有協議的話 就重啟協議啊 他就是用協議的這個詞啊 從來沒有說什麼主權國家 政府之間 不能用協議 只能用協定 你協定反而是回到 條約締結法的世界裡面 我說我們一般 約定成熟的用法 所以條約就是要過立法機關的啦 協定有行政上面的協定 協議是一個比較 概括 可能兩個都可以包含的用詞 這個是在授詞方面的選擇 做以上的說明 張王陸委員 我想喔 不管協定啦協議啊或什麼的 其實應該不是我們現在 大家討論的重點 應該是名稱啦 是兩岸 不是啦 我知道啦 但是但是重點的重點當中 裡面應該是 是要兩國 兩岸 是兩地區 是主持現在大家會比較好 或是兩政府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 先是不是先聚焦在主持的部分 然後 我覺得後面那個爭議性會比較小一點啦 不然我們這樣談下去 會不會太大了 好 我剛剛已經有問過這個 時代力量版本 他們提出的黃公昌委員 針對那個主持的那一部分 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其他的 所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或是兩岸 這樣的這個主持 當作這個 調整名稱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協商啦 好 協商 我們今天 要怎麼處理 這個 這個整個 六個版本 好 你先詢問一下 好 我先來問一下那個主委啦 那個 你們今天的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2008年到今天為止啊 我們跟中國 跟中國大陸之間簽署了 22個協議 三個 23喔 OK 裡面好像有一個有簽署 但是沒生效嘛 那裡面的名稱大概就是兩岸 還有海峽兩岸 從2008到第二次江城會 到現在第11次兩岸兩會 幾乎都是這兩個名詞啦 只有兩岸跟海峽兩岸 那所以 呃 主委你剛剛所提到說 你比較同意用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 就是希望說這樣的監督機制是可以作動的 而不是只有表態用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請主委再說明一下 就是未來要 呃 簽訂任何協議 當然我們 台灣的門檻這邊會做修正以外 齁 非得兩岸 或者是海峽兩岸 會比較好 還是說你都沒有特別的意見 就是我只要我們立法院這邊協調協定通過 大概就沒有其他特別的 呃不同的看法 我想 大家習慣上就是講兩岸啦 不會再去加什麼海峽兩岸啦 那所以民進黨版就很簡單嘛 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 是ok的啦 好我們休息一下 好來 學商 謝謝 嘿嘿 嘿嘿 我們老大還不來 他就只要保留啊 因為親民黨團也沒來啊 那個維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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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問題還是要保留 votre口 我反 rep 這你們對我們保留 ก病They ism 主持人 如果要這樣就比較快 以前四點半就 總召菸怎麼抽那麼久 他抽雪茄是不是 台灣總召來一下 好嗎 台灣總召來一下 因為我剛剛一直強調親民黨團沒來 那我們這邊討論了半天 結果親民黨團反對還不是沒用 我剛才會說的 我剛才會說的 現在開始在作品 我們嘉義 現在才幾個 他就調好了 我身上很多親家 我身上很多親家 我身上很多秉譽 我是工業院的工程師 你不知道 我本來就更特了 工程而出光 小學畢業人 哇塞 那921地震 1990 你知道我是小學畢業 我就跳了 我挺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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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十五年 媽祖雞息 所以郭茶明這個來 這個中天支持韓國族,果然是韓電電是來的 阿拉,可以嗎? 你再大一點,你說報道是怎樣 我知道了,之前有找你也找你 我就問問是怎樣找你 可以齁 主席,把握時間啦 主席啊,時間有限耶,你今天做民調 好,是內外煎熬啊 好,我們現在繼續開始協商,請蔣委員 謝謝主席 因為我們一開始討論,這個協商就一直卡在這個名稱的 沒有問題啦,剛剛主席開通民意也有提到就是說 現在六個版本裡面,就是說沒有一個一樣的 可是如果我們把它就是說用最大公約書 用黨團這樣子來看的話 本席是,當然就是我個人是贊成這個民進黨黨團的 這個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相似度最高的 最大公約是我們親民黨黨團的 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其實這兩個的相似度最高 那其實我覺得,不管您是 呃,是剛剛講的就是說提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台灣啊,還有中華民國啊 或者是台灣地區,大陸地區 其實都還是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那我個人本席是覺得用這個兩岸 是比較中性的字眼啊 那取這個親民黨黨團跟民進黨黨團的 這個最大公約書 我覺得可以去思考 是不是就就是 呃,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這樣子 呃,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 是比較符合民意的 謝謝 好,謝謝江委員 呃,表達的意見 好 經過大家熱烈的發言 協商結論 並按審查完俊 各提案名稱 各條文及修正動議均保留 好 本日議程處理完畢 做以下決議 並按審查完俊 擰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請問在場委員本案 需不需要經黨團協商 需要 本案於院會討論時 由林州級委員維州做補充說明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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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